這一次特別在外觀的部分 我們請到愛瑪斯的知名設計師來幫我們做設計 那它設計的理念呢 其實是跟耳軟石比較相關的溫潤 而且更貼近我們手感的一個觸感 那上面有個隱隱約約的realme的一個字樣 在耳軟石的設計上 拖了一個realme的刻印在上面 那它是micro的充電筒 micro USB 那打開看的話裡面兩隻耳機 會反光的那一面其實就是觸控的 那我們這個也有支援手勢觸控的功能 那如果說您是Android手機的話 裝realme link的APP 它可以更改它手勢的一些操作 但是如果您是iOS 目前可能就沒辦法做更改 就是固定連接固定操作方式這樣 那我們可以把它拿出來看一下 好拿出來看它是全入耳式的一個設計盒 所以在音質的方面比較不會受到外界的干擾 那它是10AM的一個動圈 所以這樣子的話會給效率者一個蠻好的體驗 聽覺上的體驗 而且我們這一次呢在連線的部分 也有做到一個自動配對 我只要打開蓋子 耳機拿起來它就自動幫它做配對了 那第一世界這也非常簡單 它就是全自動來幫你做處理 對 那大概就是這樣 那有分成主部的使用嗎 沒有 它兩隻耳機都可以獨立跟手機做連接 然後可以獨立來做使用 那除此之外 我們也有支援一起帶可以放定進模式 延遲白意十九毫秒 低延遲啦 低延遲 那 語音降噪有 就是它沒有特別提到降噪的部分 哦 語音降噪 對對對 就是通號的部分OK了 那它沒有提到降噪的東西 好 那它 續航力呢 續航力的話 加盒子大概是20小時 那如果單純講這的話 大概4 5小時是OK的 那實際上呢 它依照消費者的使用習慣而定 所以我們這個實驗室 售價的方便是怎樣 售價的user價是799 799 對 799塊 不到千元就是最超值得智慧型的 智慧型耳機 非常好 好 那同時呢 我們也有上第二代的行動電源 那它跟第一代比較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的外觀上面 比較多了一個紋理的感覺 有點像指紋 它是立體的 比較有紋理 我剛剛摸一下它有點 就是不太沾指紋的感覺 對 它比較是防指紋的一個設計 對 那在同時跟第一代一樣 都有支援小電流充電模式 只要快速按兩下電源鍵 你就會進入小電流的模式 那第二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它這次附身的充電筒 是二合一的充電筒 可以讓你同時連結 Micro跟Type-C的充電筒線 因為它是附給你二合一的充電線 那主要改版的部分就是這兩個地方 那其他都是一樣的 也有支援到一些 我們比較常用的QC跟PD快充 這些都是有做支援的 PD也有快充 對 PD跟QC OK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